香蜜沉沉静如霜正在热播 想必大家对天地的印象都很深刻吧 成为天地前为了权势不管不顾 到处沾花惹草 做了天地却假公祭司 没有一点天地风范 被网友誉为六届第一渣男 渣男天地一生辜负了很多女子 有戏份的女子有三个 下场一个比一个彩 第一位是紧密的母亲子芬 子芬作为六届第一美女心地善 想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十点热剧 心思单纯 深得大家喜欢 就因为天地贪恋美色 想方设法得到了子芬 后来又因为权力辜负了她 最终导致子芬被天后所害 第二位是润玉的母亲素黎 素黎作为太湖里的龙鱼公主 本该有着美好的情城和美满的婚姻 却不幸遇到了天地这个渣男 因为素黎长得像子芬 天地就强行占有了她 最后又抛弃了她 却没想到素黎生下了天地的孩子 导致素黎被族人抛弃 后半生一直处于疯狂复仇中 最后还是死在了天后的手里 第三位就是薛凤的母亲涂玉了 玉瑶作为天后 一生做了不断 害死了子芬 杀死了素黎 所以说她这样做 都是因为对天地的爱 以及 想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十点热剧 对儿子的爱 但是她这样的爱太自私 为了独享天地的爱 不惜杀掉和天地有关系的所有女子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地位 不惜杀害千万生灵 这么歹毒的人最后也是没有好下场 紫芬和素黎虽然都被天地辜负 但总归有过美好的时光 可是天后一生陪在天地身边 有了崇高的地位 天地也只是把她当作工具而已 自始至终没有把她放在心里 可以说是非常惨了 有人说天地天后这对渣男渣女 不可能生出旭凤这样的儿子 旭凤一定不是亲生的 那么大家觉得旭凤到底是不是天地亲生的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